成天一是一个比较自恋跟自我的一个人物 性格方面 也是一个悲剧人物 因为在他在世的时候 从几岁开始 母亲抛弃了他 到后来六十几岁 从与他的亲人的时候 他没有什么好日子过 他最满足的时候就是在台上 在表演京剧 跟他的诗歌一起扮演霸王别姬的时候 才是他一生人最光飞的时候 另外一方面在感情上 他是非常的 他是非常的aggressive 还有就是他是非常的空虚 在后期的时候 就是局先把他的师兄 抢走的时候 他是极度的空虚 那种感觉应该 我觉得应该要好好地去演绎出来 哦 来来来来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局先小姐 这就是我的亲师弟 你瞧见了 演鱼姬的 哦 常听小楼念叨您 听不听成熟人了 局先小姐 是谁 我不希望做陈迪一 我另意思是说 我本人不希望做他 因为我 老实讲我比他幸福太多 可是我非常爱演这一个角色 因为我觉得我基本上 我自己喜欢演一些比较悲剧人物 这是一部非常沉重的电影 也是一部艺术性非常高的电影 那么我希望大家会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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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一个老北京的三十年代 一个很有名的妓女 后来她就嫁给了段小楼 她是真的是非常爱 这个叫段小楼这个武生 她可以且不惜任何代价 去帮助段小楼 但是后来她的命运就是 在文革的时候 自己上吊自杀了 所以她想得到的东西 好像她这一辈都没有得到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那种坦荡的那种 胸怀很宽广的那种女性 我是觉得她这个剧本写得好 最后对那个陈定一的那种理解 最后她第二天就自杀 文革对她批斗完之后 那个陈定一也揭发她 说她是妓女 段小楼也说她没有爱过她 之后她最后一个那种 导演给了我一个段落 就是让我给那个段小楼 把那个剑送给她 回头看看她 是陈定一 看到她那个镜头 我是觉得真的是 理解了这个男人 她就走掉 我觉得她这个真的是很 又是很强 又是很女人味的一个女人 这个主题是一个背叛的主题 这个背叛的主题 是由两个人的故事开始的 就是由陈定一和段小楼 这一对以师兄弟的关系 在二十年代的中国 京剧科班里开始的 这样一种很深入的感情的 这样一种关系 应该说是最重要的人物 就是由张国龙颂扮演的陈定一 他的戏非常难处理 他面临着很多很细微的情感 表达的问题 就是怎么样去能够非常准确的 同时非常锋利的揭示 一个人的内心活动 最终的使自己感觉到 我是一个女性 我就是在世余姬 我过去跟很多西方记者 讲过这样的话 我说在所有我的电影中 都一定有一个 我在精神上完全认同的人物 这个人就是陈定一 我还记得第一次我跟凯克见面 是在香港 他那个时候住在一家饭店 然后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觉得他非常有才华 而且不是一般那种 普通一个导演的那种感觉 他已经在跟我谈论的是 不是说你会不会去演这个角色 而是怎么样去把这个角色演好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部电影是比较敏感 因为苗写的是一个同性恋的故事 那所以他对我说的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他说现在是92年 不是29年 那所以应该是 不会像从前那样敏感 你们伤害我吧 这样才能看 这样高 我怎么把你取嘴 打倒 我 我怎么当心的 打倒 我 我怎么当心的 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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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真的伟大 那个是因为我自己感觉到 就是说 与其假的打 要打很多次 不能够满意 还不如真的打一次 当时陈凯哥没说 就是要光屁股打 我提的 我说因为 我从整个戏出发 小时候打 都是光屁股打 我觉得如果到大了以后 回去以后 师傅打 如果穿着裤子打什么的 好像那效果就不如 已经很大的 已经很牛气了 一条汉子了 去到那 照样被师傅 撩起来就打屁股 而且那是 跟小时候一样 趴在板筒上 光屁股打 我觉得这样 我跟陈凯哥说 得光屁股打 那个 张不如说 我可不要光屁股 我说我无所谓 我说 那我来 我觉得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拍每一场戏之前 他都会找那几个演员 在那场戏的演员 开一个会 他希望你怎么样去演 这一段戏 都非常的清楚 他不会有什么含糊的感觉 可能就是我们拍戏的时候 每一位演员 都是非常成功的演员 比如说 董立 张峰毅 格优 他们都是非常 有势力的演员 那所以 加上凯哥在开会的时候 跟我们讨论之后 我觉得 我们到现场的时候 都应付自如了 我觉得拍一部好的电影 除了在视觉上 有对 让观众有享受 在演员方面 挑选的要正确之外 就是导演方面 应该要 在这部电影里头 要 要deliver一个message 那我觉得 凯哥在这一方面 在《八王别记》里 已经办到 别动 这是真假 那也是我第一次认识徐峰 那是徐峰跟我讲了 他说他已经把 《比比花》所写的《八王别记》这部小说的版权 电影版权已经买下来了 我当时生活在美国 两年以后 我自己就觉得 经过 似乎是经过了一个非常自然的孕育的过程以后 我突然发现我能够驾驭这个题材 我们前天后后 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 两个编剧同时动手 去写作这个剧本 我想我们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和功夫 同时呢 有了相当的成效 我对最后剧本的完成稿 是感到很满意的 我先要感谢的是李比华 因为他的两本小说 把我当作他男演员的蓝本 我第一次接到他的那本书的时候 应该是我自己去买的 就是12年前 这个角色是比较敏感一点 那在我当时来说 就是有心无力 我不能接受这个挑战 因为唱歌的时候 我要顾及我自己的形象问题 那到了现在就不一样 因为现在我是 就比较专业的一个演员 而且我现在已经不在唱歌 那所以就是我 我把我自己当成一个比较 serious的一种actor 那所以就是我有这份勇气 接受这个挑战 拍戏过程中呢 看了很多资料 就是关于一些妓女方面的一些资料 我的同学非常好 他给我一些书 是写一些文革期间 文革之前有一些妓女 老妓女的一些绅士 写在书里面 我还看过 那还有是 我想西班牙的生活 我应该稍微了解一点 因为演的呢 就是 是明觉的老婆 那一定要 懂得一点西班牙的事 我到了北京的时候 起初的时候 我最重要的就是 跟很多北京的金剧的朋友们一起见面 跟他们学金剧 金剧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 所以在荧幕上你们看见我的表现 我不能说我能拿到非常准确的做手啊 或者是什么 可是在他们来讲 我能够做到在荧幕上那种情度 已经觉得很不简单 那我觉得非常开心 因为其实他们曾经准备了两位朋友当我的替身 可是后来在证实的时候 他们没有用上 那么我觉得我是非常安慰 因为我觉得我努力下来的成果就是这样 在我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我刚到北京的时候 那个时期因为我要非常专注于 那个金剧的训练 还有就是在语言方面的训练的时候 我是特别的苦 认真的要说哪一场戏最辛苦 应该是在批斗的时候 因为批斗的时候 刚已经到了差不多初夏 六月份的时候的北京挺热 气温方面已经差不多要到了33度 那么在一个大晴天33度 把所有的行头戴上 穿上了金剧的服装 然后跪在一个大的火堆面前 就是演戏 一年一年了三天 那个时候是挺苦的 其实是难度最大的 就是发满楼 有一场是从楼上跳下来 也很难忘 也难度很大 那场戏是很 不是难演 是觉得 因为很多人在等着我 从那个地方跳下来 但需要我接一个镜头 是从两天五左右 从那个平台上跳下来 当时我是觉得 哇太可怕了 跳下来以后 马上有一段台词 骂那些 嫖客那些那段台词 我是想的 我可能跳下去以后 这个台词就忘了 因为这是连下来的 中间还不能断 跳的位置一定要在那个地方 当时我是觉得 这个是很难的 开门 哎呦 妈 这把小子拍透了 他们逼着我 最多准备他们就喝 怎么着 帮你八蛋 你们跳我 我哪也跳我怎么着 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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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